丢着男孩 哪个 丢着男孩 哦 他们爸爸这些头发 你头发不要抢 他不要抢 还有哪好死他说 我们是做公益的 你问马上在哪 你来说我吃生意 我是下乡给老人剪头发 做公益 知道做公益吗 给老年人剪头发不要钱 给老年人剪头 对对对 你是什么地方的 我是重庆大族 你要不要剪 要剪就拿个凳子过来 这里帮你剪一下 剪完了我就走了 我不剪 你不剪吗 不剪 很怕 一定害怕 害怕受骗 你怕受骗是吗 你看我这个样子像骗子吗 你也是 我要单单独开个车过来骗你 是不是有什么意思 你是秒圣出来的 他说啥 什么出来的 哎呦 他又是秒圣出来的 哦 你说是那个庙里面出来的 是吗 不不不 我上过大学的 不是庙里面出来的 啊 上过大学的 现在的年轻人 下乡来给老年人做一点好事 上个大学的哦 对对对 我的天哪 居然会有人怀疑我长得像骗子 穿件衣服 怎么办 你怎么办 摘洋鱼 摘洋鱼 摘洋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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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头发 这不是理发的吗 年轻人五块钱 老年人不要钱 啊 理老 理理老啊 啊 还有其他老年人没有的吗 老年人不要钱啊 嗯老年人不要钱 年轻人五块钱 老婆婆他也厉害了 在火上 你把他喊回来吗 啊 把他喊回来 电话在火上了 啊 缓了身心头 咱们来看一下 问一下 老人家剪不剪头发呢 剪头发啊 嗯 你的头发剪嘛 你的头发剪 不是我是理发的 你理发的 嗯 年轻人五块钱 老年人不要钱 是不是那么便宜 嗯 我没人了 不得 那些地方那些高山上躲 那边 那条沟里面啊 啊 那我走那边嘛 要下去远的很 嗯 好 麻烦了 哎 剪不剪头发呢 老人家 啊 剪不剪头发 剪头发啊 哎 太剪了 快点赶上去 哎 狗人搞不搞人了 啊 狗人搞不搞人 他不搞人 有没有人剪头发啊 老年人不要钱 年轻人五块钱 好多钱啊 五块 哦 他剪了点 我们这老骨骼也不剪了 哦 其他人没得 今天没得人 没得人 没得人 没得人家都算了 啊 你才剪没好久 我要看啊 嗯 还短短呢 还短短呢 嗯 剪得多短呢 嗯 前面还有人没得哦 啊 那公路前面还有人没得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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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老娘 好 剪头发 剪头发呀 嗯 嗯 剪头发五块钱一个 你 你发 对 我离了的 离了的 你看嘛 我离了的 对对 剪断要的 还有其他人没得 啊 还有其他人要离不得 这些人都没在屋里 哦 好 剪不剪头发的哦 五块钱一个 剪头发呀 哎 那是剪头发 五块钱一个 剪头的啊 嗯 那就是剪头发 哈哈哈 你去哪里做嘛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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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做不到 你看嘛 做不到人 等一下 我那个确实做不下 没得 你都整满了 你都空满了 做不下人 嗯 做什么 做什么 你滑啊 嗯 5块钱 5块钱啊 嗯 5块钱啊 来嘛 终于经过一次误解 5个询问 总算有人要剪头发了 你看这大哥的步伐 是不是应该用 剑步如飞来形容 他说 他的腿是因为上半摔到了 粉碎性骨折 现在出门非常不方便 头发已经接近有4个月 没有剪了 今天刚好我来 正好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刚到屋啊 小妹妹便端来了板凳给我做 主人家也很热情 你很讲道理 他说头发要洗了再剪 这样剪干净 又卫生 因为隔壁的大哥要忙着种土豆 所以他叫我先帮他们老两口 剪了先 其实剪寸头并不难 就是一说到修面这个问题 就把我给拦住了 于是老乡他说他来 结果也出血了 有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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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剪 剪短 大包子 大包子 今天还是我说的 朋友们去去把这个 给他说一下 做大包子 意思就不相关 我没能够意思吧 听完老乡的讲述 我算是明白了 这种头发 我也是第一次剪呀 对于这种短发 稍有不慎 就是一个坑 虽然过程很坎坷 但经过一番周折 剪出来 还就像那么回事 只是这十块钱啊 说起来觉得 确实有点不好意思 有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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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对的 好 有的 那都学习你了 学习你的钱 学习你的钱 你们自己来的洋鱼房呢 好 还有洋鱼 这个是什么 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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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是怎么做的 空的 有的 有的 嗯 这个还要的 煮饭怎么做啊 就在这个上面 嗯 炒菜 用这个 炒菜也是 对的 嗯 有的 锅也有的 都有 这个方便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习惯 像这种罩 既可以烤火 又可以做饭 还可以抗腊肉 看这一屋顶的腊肉 黄灿灿的 这也太棒了吧 吃过饭的老乡说 要剪个冬月头 我的天啊 对于我这种刚学理发的人来说 这也太难了吧 都没有听过呀 你看我这手忙脚乱手 无措的姿势 就能看出 我内心是有多紧张 不过还好啊 凭借看过视频的记忆和猜想 花了半个小时 才勉强剪出来 虽然剪的样子不怎么好看 但至少帮老乡解决了 头发长的这个问题 老乡还是很愉快的 给了我五块钱 了得了都麻烦你们了 哎呀 这钱给你们钱麻烦了 耽搁了不久 哎好 今天总体来说 有点郁闷 虽然被误解 但我也没有气馁 后面遇到了这三位热情的老乡 并且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付出 剪了三个头发 真的是五块钱 虽然不多 但这也是时到时的收获呀